每一個女人都要有一套自己的專屬的高級訂製禮服 那片子很簡單呢 其實一開始覺得還好 因為覺得穿禮服的時候應該就是要訂婚 覺得那個有點遙遠的就來說啦 那但後來穿了那個加成Gallery的衣服 我覺得其實 它就是可以穿在任何的面板 因為其實它就是量身訂做的一個禮服 然後它也會帶著很多它的自己的characteristics 就是幫你 就是如果你想要比較活潰一點 它就是可以讓你活潑 然後如果要比較confident的時候 它們也有褲裝的禮服 我覺得還蠻適合我自己的個性 然後它不只是一個很美的一個禮服 它是一個affordable luxury 所以其實我也可以介紹給很多我自己的姐妹們啊 謝謝 謝謝 那你這次來到Jasmine Galleria 這麼漂亮的一個空間 跟我們聊聊給你什麼樣的感覺和感動 我覺得其實它會給我的一個很close的感覺 因為其實通常穿禮服你覺得就是很難跟它有一個連結 但Jasmine Galleria它的衣服就是會讓你覺得就是隨時穿了都會帶出你自己的個性出來 所以我覺得今天就是打扮的很有浪漫的感覺 然後剛剛穿的另外一個樣子就是比較酷 比較像我平常就是出去在馬路上會帶出來的個性 所以就覺得很接近自己的生活 那跟大家聊聊你今天身上穿的這一套這麼可愛 今天天啊 今天就是非常的浪漫 然後就是半天 還有一些什麼樣的布料 布料 布料就是他們的Italian的 Yash Ruffles Colleen 她的花印 喔印花 印花 然後加著Metallica的他們的那個showing 就是會加那些花朵啊 就是比較浪漫一點 所以今天就是走浪漫的個性 謝謝謝謝 那想請教一下Sonia 從伸展台runway到人生的runway 從時尚洋裝高級禮服到美麗的嫁衣 那每一個女都駕馭得非常好 可以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嗎 我自己是覺得不管在人生中哪一個角色 想要把它扮演好就是要先了解自己 知道自己需要什麼 適合什麼 然後再全力以赴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概念也可以用在我們的服裝上面 我們的穿著上面 所以只要堅持自己的風格 然後吃到自己的品味 然後不斷提升品味 我相信就可以參數自己的事情 那要不要聊聊這次 印要出席Jasmine Galvia 大中華酒家概念店開幕 對這個來自美國的品牌 你穿上還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嗎 我覺得在了解這個品牌 以及實際看到衣服以後 你會很驚豔 他們非常非常了解女性的身材曲線的美妙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可以用非常多細緻的魚骨 還有馬甲的結構 來讓每一個穿上他們禮服的人都可以展現非常迷人的一個漫妙的線條 我覺得這個是每一個女生 尤其是穿上最重要的那件假衣的時候 會很渴望發生的一件事情 然後再來就像剛剛佩妍有講 他們雖然有非常非常奢華的質感 還有品質 但是價格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所以不想注意 為什麼她在美國受到那麼多女生都歡迎的原因 謝謝 那要不要跟我們聊聊 對妳來說 關起定制服代表是什麼樣的意義 關起定制服對我來說 應該就是 對於藝術創作 還有傳統手工製作工藝的一個機制的崇拜吧 因為 畢竟 呃 定制服要花的時間跟心力都是 非常非常驚人的 謝謝 那要跟大家聊聊今天妳身上穿的這套 這麼漂亮的禮服 呃 的一些細節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 謝謝 我這個細節非常多 因為我這些禮服 就耗時了 三百六十個鐘頭 才做出來 那 比方說這個 活動式的脫尾好了 它上面就有五百多片的 活片 活動片 然後 運用超過大概七十米的 正式烏干紗 那 再來就是身上 我的主體大家也可以看到 這是一層 雷 然後一層的 刺繡的繡花 上面有六萬多顆的 鈴珠 還有許多個 手工花朵啊 還有羽毛等等的 所以可以讓我整件衣服 非常細緻之外 又充滿 活潑的感覺 謝謝 謝謝 謝謝二位 那現在我們就請媒體朋友 我們在 製作為二位做合影 謝謝 謝謝